第二輪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出發 什麼東西跟出發有關 跟旅遊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提示看十秒 極限運動家 王新田同學 看到出發想到極限運動家 你會說 陳彥博 他跟出發什麼關係 因為他的電影叫出發 那就他啦 陳彥博答對沒有 因為我剛剛很害怕 答案是超級馬拉松 太好了 世新的馬對不對 對 再廣告一次 好 請王新田 進行他的九分隔攻略 來 王新田同學 世新大學 蘇維多媒體設計學系畢業 好佩服 他參加過 內蒙古的超馬 夏威夷的拳馬 吳哥窟超馬 大鵬灣鐵人山項 其實 不好意思 我剛剛說的這些 你都有參加過嗎 有 但其實鐵人山項比較多 你長得這樣子好好的 然後這樣 然後你這樣參加這樣子 就愛玩啦 其實只有愛玩 學妹 你做到偶像 謝謝學長 好不好 待會兒能幫妳 我盡量幫妳 好 加一下是A加兩下是不是 成熟一點 好 差一下A加兩下B的 好 請出示九分隔提醒 來 請看 量身打造的 王新田田 美顏黃金比例 這是妳的工作 對 土耳其 是妳出過的書 我之前有一個人去 找到更好的自己 對 一個人去旅行 好 孤僻喔 消防大使 妳當過 新北市的 對 海洋深沉水 妳會潛水 對 不是妳會喝海洋深沉水 妳會潛水 對 海洋大動物 因為潛水而愛上了 一些海洋生物 對 暢銷書排行榜 排行列 基本上聽說妳想要 再出第三本書 對 今年會出第三本書 愛買房 星座 這是因為妳有研究星座 而且妳聽說妳滿相信星座 我很相信 布袋系主角 我是PE 布袋系名 妳整個人就是怪怪的 我很高興認識妳 因為我以前對妳太陌生了 我們就從布袋系開始吧 從布袋系開始 等一下 因為布袋系 有很多分支 不要讓我那麼快 現在碰到這一題 對 先從我工作好 先從那個 美顏黃金禮頭 對 請出題 根據黃金比比的原則 最完美的臉部寬度 大概是幾個眼睛的寬度 A 四個眼睛 B 四點五個眼睛 C 五個眼睛 快 用說的 不用 伸痛 我的答案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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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妳的專業嗎 可是我們模特兒對美的定義 就是 因為模特兒其實很多人長得很 很特別 妳想說什麼 就是有時候模特兒圈覺得漂亮的 不一定是大眾覺得漂亮的 所以我想了一下 就像我一直覺得我不帥 可是大家一直 一直覺得我不帥 我也覺得 帥 我也滿無難的 你這是謙虛啦 你這是謙虛 但是完美比例我就想一下 如果是大眾的話 可能是五個 五個眼睛 請介紹 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看的臉 黃金比例呢 有一個口訣 就是三庭五眼 三庭說的是 第一個庭是上庭 上庭就是從我們的髮際線 一直到你的眉毛的底部 這裡是上庭 眉毛底部一直到鼻子的底部 這邊是中庭 那鼻底一直到我們的下巴 這裡是下庭 這從上庭 中庭 下庭 各自的比例是一比一比一 就是一個完美的比例 那麼臉的寬度呢 兩個眼睛的中間 這個距離呢 大概也是一個眼睛的寬度 那麼我們再從這個眼睛的邊緣 到我們的髮際線 兩邊也都是一個眼睛的寬度 五眼這樣子就是一個 完美的寬度的比例了 第二組是誰 土耳其好了 土耳其 因為我滿有把握 土耳其我很熟 土耳其 請出題 土耳其藍是一種混合了藍色 和綠色的顏色 請問土耳其藍的命名 跟什麼有關係 A 海域顏色 B 礦石 C 黃色代表色 B 我的答案是B 礦石請鎖定 漂亮 這個答題時間非常的好 礦石 妳完全不假私塾 因為那邊到處都有賣 就是賣土耳其藍的 賣土耳其藍 賣土耳其藍的那種就是 什麼項鍊 然後 飾品 白飾 對...一大堆 我帶回來一大堆 都沒有什麼爭議了 可能土耳其藍 待會快一個月 請接種 送分 送分 好 當然很多朋友呢 看到土耳其藍 或者是 Tiffany藍的時候 都會覺得這個藍 藍中帶了一點綠 那事實上呢 土耳其藍呢 就是一種礦石的顏色 這種礦石叫做綠松石 一開始呢 是從土耳其人手上 把它傳到歐洲去的 那這種綠松石呢 它其實是一種 蠻名貴的礦物 如果它的藍色的成分 越多的話 就越名貴 那基本上呢 我們說的土耳其藍 它的色澤比例大概是 七十趴的藍色 三十趴的綠色 第三題 那就布袋戲好了 台北怪妹妹 布袋戲主角是吧 對 請出題 漂亮 對 子彥文是布袋戲 雲州大如蝦的男主角 請問他與哪個角色 沒有血緣 或姻親關係 A 總驚靈 B 劉山 C 荒野金刀獨眼龍 鳳爺金刀獨眼龍 對啊 這題我真的 看人家失敗就是 我的快龍 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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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宣死了 要死了 請出 來 這個 我真的用猜的 妳用猜的 因為我的路線不是實驗文 我就是剛剛不敢第一題 就是因為我很怕 是出到金光布袋戲 因為我是看霹靂布袋戲 是他的兒子做的 黃俊雄 對 他的兒子 黃文哲跟黃佳華 黃文哲 對 黃文哲跟黃佳華做的 所以實驗文我比較 妳是有交往過 怎麼那麼熟 我就很喜歡 可是他爸的東西 我就不太懂 希望妳是對的 請揭曉 好 好 好 荒野精到盧彥隆呢 其實是史燕文的好朋友而已 那劉三呢 是他的妻舅 就是他老婆的哥哥 老婆哥 那史燕文跟總兒子的關係呢 其實呢 大家一開始知道 他們兩個是一個死敵的關係 但事實上最後才發現 原來總兒子居然是他的 雙胞胎弟弟 他的本名叫做史金武 漂亮 來喔 加油 那就那個好了 第四題 海洋生存水 請出題 海底多少公尺以下的水 就可以稱為海洋生存水 A 200公尺 B 250公尺 C 300公尺 A 確定 請鎖定 請鎖定 猜的嗎 猜的啊 因為我們潛水 妳什麼靈感啊 妳為什麼不會猜300呢 總覺得200 這是一個分水嶺 妳潛過多深 我不可能那麼深 我如果有背氣瓶的話 大概40 妳還也不背氣瓶喔 對 我現在練是不背的 就是Free diving 對啊 Free diving到多少 我只能23而已 那妳可以下去四五分鐘喔 沒有... 三分多 三分鐘 妳可以三分 超過三分鐘喔 哇 妳真的好奇妙喔 練的 以前也不行 一開始只能40秒 差不多 一百年都四五十秒 對 要練啊 練那個複式呼吸啊 兩兩百公尺 以下就是海洋生存水 是吧 請介紹 好 海洋生存水呢 如果用一個廣義的定義來說 基本上就是 兩百公尺以下的海水 都算是海洋生存水 所以在地球上呢 其實有95%的 都是海洋生存水 那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質呢 因為它是生存水 比較不會接觸到 外面的陽光 空氣跟污染 所以因此它非常的純淨 並且呢 因為它常年都照不到太陽 所以都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溫度 大約是在攝氏一度以下的低溫 那麼在這麼生存的海底呢 它裡頭附有了非常多的 無積營養鹽 還有一些礦物質的成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運用很多 包括拿來保養啊 拿來做食品的運用啊 海產的加工啊 或者是機房的冷卻 都可以使用到海洋生存水 來了 第五題 那個星座好了 愛美房星座請鎖定 C好了 摩羯座請鎖定 什麼依據 因為射手座是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愛自由 應該不會那麼想要一定要買房 然後天秤座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 比較龜毛 這三個比起來比較龜毛 所以可能不會很重動 比較容易猶豫不決是不是 對 然後摩羯座就感覺 他們比較沉穩 然後會覺得就是要買房子 人生就是應該要買房子 摩羯座是2018年促成買房量 成交建築最多的星座 請介紹 是嗎 是嗎 正確答案是射手座 職業市新一房屋 他們統計了2018 6度的買賣叫移動數呢 發現這個大數據 設計下來的前三名 第一名是射手 第二名是天秤 第三名是天蝎 不過在星座分析上面 我們看得出來喔 大家都說金牛座 比較會金打細算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在買房排行榜裡頭的 最後一名 恭喜得到一萬元的智慧新幣 他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嘉賓 來看看 恭喜星庭得到的是 有胸運動 VIPER by HIPPER 12.0急速振動滾筒 這個有卓越的振動以及振幅 有效啟動深層肌群和血尾 可以快速處理你緊繃的肌肉 促進血液循環 深層筋膜放鬆 運動前喚醒肌群 和運動後加速回復 你多需要這個 是好 謝謝你 對不對 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請就位